嘿,又回到我的频道,我是阿康 今天我有机会修到这辆Mercedes C200 这辆车要弄什么呢,就是弄它的这个屋顶部 这个Mercedes的车呢,大概是走一个六年七年之后呢 因为在马来西亚新加坡的天气是非常的热 然后这些屋顶部的材料在这里太热也不适合 然后就开始掉落 然后今天我就拍摄一整个过程 我们怎样去更换这一个屋顶部的一个记录 这个Mercedes很特别的一个东西就是全部这些握把 都没有用螺丝的,全部都是用这个Clip这样子锁上去 然后从这里拿出来就是这样的一个东西 好特别哦,第一次看 上次看 这个就是 的屋顶 就是完全是空空的 然后 有粘了一片两片的东西 在这里 这一个就是拆下来的屋顶 然后你看这里就是 有一个五到七年车 这个布就开始会这样子 它里面就是这样 这个棉花呢 已经不再粘这个布了 所以它就会变成这样的拖离 现在已经把所有这里的布给撕掉 然后把洞全部盖住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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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的这个影片呢 就到这里了 就记录了今天怎样换这个 Mercedes的屋顶部 整个拆下来之后的整个过程 然后喜欢我这一期的影片 记得订阅按赞分享 还有打开小铃铛啊 我们下一期见 拜拜 by bwd6